第521章与仙子结怨广袤的宇宙中有不少绚烂的文明 然而,相对于浩瀚开阔的黑暗宇宙来说 生命依旧显得渺小 生命星球分散在冷悠悠的宇宙中 游若沧海中的几粒素 此季,阿匹天马通体无瑕 马病很长,有的如同黄金烈焰 有的紫银银,有的银白发光 它们没有一根杂毛,且身上略带龙铃 龙铃天马,这是宇宙中最顶级的坐骑 真正可以马踏星空,横度不同星系中 平日间见到一头就很了不得 但今日却有巴皮出现 拉着一辆碾车,路径地球外的太空 简然,拥有这种坐骑的 最起码也是亚圣级以上的人物 巴皮龙铃天马,能够横度星空 但也不至于非要跨越无垠的黑暗空间 而是赛走一些固有的虫洞古路 在路径地球时,巴皮龙铃天马即将拉车远去 闯到一口虫洞前呼的停下 而后竟掉头回来,临近地球 曾经排名第十一的星球,也曾灿烂 当在这里留下一张金色琴铁 最近此地更是出了天选之子 所速能量体排进黑马榜前200名内 理应有资格 碾车中,有一道声音响起 而后一道金光飞出,没入地球 竟直朝着东海方向而来 刘欣,东海,许多人惊呼 主风抬头,然后,感觉不对劲 他睁开火眼金睛 那中向海面的璀璨流星是一张纸 朝着他而来 砰,最终,他揭在手中 露出疑惑之色 用光脑扫描上的宇宙通用文字 辨别出何意 这是一张才智惊人的琴帖 大梦净土的金帖 在他身边,子鸾金呼出声 左统玉的星球在宇宙中排位前20名内的大梦净土 主风惊疑不定 然后,他看到一群俘虏 哪怕是那些神子等被他压制了 现在也露出极度羡慕的目光,盯着他 一张特殊材质炼制的琴茧 痛体成金色 坚韧而结实 来头甚大 居然请了他 此刻 就是星空中 元寿平台上也有人很多人吃惊 发出惊呼声 地球 东海 在楚风的追问下 子鸾道出究竟 每隔一段岁月 大梦净土就会送出金色琴帖 数量有限 所选的目标乃是宇宙年轻一代中最顶级的天纵人物 照的时候 只有一百张 这意味着 只有前百星球的最强传人才有这种资格 而多的时候 也不会超过五百张金色琴帖 异常西针 楚风狐疑 大梦净土这样请年轻天才去做什么 大梦净土中有一座弥漫仙气的古殿 名为千秋 那里有机缘 不知道为何只针对三十岁以下的人有效 千秋神殿那里很特别 很多天纵人物齐聚 可以共同进入梦境中会伴随大造化发生 有人一梦醒来 梦中修道岁月无比真实 能增添多年道行 据悉 有人可一梦十年 还有人梦中悟到百在 这简直是一条计划捷径 沉眠一夜 就有可能获得十年 百年的道行 简直匪夷所思 震撼人心 不过 无论去多少人 每一次最终都只有三两人获此特殊机缘 好地方啊 楚风惊叹 手持金色琴帖 无比的高兴 真要有机会进去 自然不会放过 一夜修为暴涨 如同一步登天 经历神话 同时 这也是大梦净土为该族最强传人选择道理的途径 被选中者 可成为大梦净土圣女的道理 元寿平台上 许多人羡慕楚风 议论纷纷 哪怕是前十大 那些最强天交也不会拒绝 愿意踏足大梦净土 若是能一夜监雾到百年 将让他们傲视同代 谁能经受得诸诱惑 大梦净土这一代的圣女叫什么 好像是秦洛英 楚风问身边的子鸾 是 她名气极大 以梦露道 实力恐怖 超越历代前嫌年轻时代 能轻易托梦杀人 防不胜防 子鸾不情愿地介绍 小声咕弄着 这个秦洛英名气太大了 为星空下最美女子之一 被好逝者排在九美图内 这么说来 我可能会成为大梦净土的女婿 与秦洛英结为道理 楚风露出异色 周围 数十位神子 圣女哪怕极度 不愿承认 但也不得不得默然 这不是没有可能 被邀请的人 谁能确定最终那个人是谁 一夜悟到百在 有时候并不是出现在 前十大星辰世界的道子中 大梦净土 每隔数千年才送出一次金色情节 那座电宇很不容易开启 间隔这么长时间才有一次 越发显得擎铁珍贵 各方天才打破头颅都想获得一张 晴空中有人叹息 每次邀请的人不是很多 也就是说 有幸持着金色情帖的人 有不小的机率悟到百在 还能与秦洛英结为道理 然而 时间不长 一则消息传出 吉洛英亲自开口 废掉楚风手中那张金色情节 宣布他除名 不给他这个机会 这件事在元寿平台上第一时间爆了出来 引发轩然大波 楚风手中有光脑 自然能了解星空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事 他当时便恶然 脸色发僵 他在元寿平台上看到 消息属实 秦洛英拒绝他登门 亲口述说 废掉楚风的那张金色情节 相当干脆 楚风脸色阴沉 有些发黑 这是什么情况 简直是羞辱 事实上 他早先喜悦 被那一夜百年雾到所吸引 但是冷静下来后却也觉得 这是空中楼阁 对他来说 只能干瞪眼 没办法接近 因为 他真要出现在大梦净土 估计立刻会被一些老怪物盯上 而后阵杀 所以 他早已摇头 那地方去不了 准备找个机会 卸过大梦净土的好意 送还请简 但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 大梦净土刚送他金色情帖 结果该道统的圣女 就这么果断地否决了他 相当不留情面 很耻辱 哈哈 这魔头被拒绝了 都没有机会见秦洛英仙子 更没资格跨进大梦净土中 吉洛英圣女肯定是在有意收拾他 先让人送他请简 而后又排斥 果断否掉 狠狠地削他的面皮 这般践踏于足下 有性格啊 清空中 自然不乏一些对头 希洛楚风 因为 他列布格鲁神子 圣女 相对应的进化门派 怎么可能会对他友好 现在皆幸灾了火 楚风原本对大梦净土 没什么想法 但现在脸色不是多好看 且有股强烈的念头 要踏足星空中 潜入千秋大梦殿 去抢那一夜百在的悟道机缘 看一看是否有机会实现 楚风暗怒 究竟有什么办法 神不知鬼不觉的进星空 然后不被发觉的进大梦净土 他没有第一时间放弃 而是真的在琢磨 喜欢做白日的梦娜丫头 你等着 楚风放言 为人认为他真敢进星空 都一直认为 他这是放狠话 挽回一些面子 但绝不可能去实际行动 真正的事实是 楚风有些渴望进星空啊 他终于明白 为何前十大的人不来 那些最强道子顶级天骄 一直没有出现 因为宇宙中 还有更惊人的机缘 这一夜 就能悟到百年 这种事跟天方涅谈般 可的确真实存在 是想 绝顶天才谁愿错过 然后 他又详细了解 暗中问子鸾 且在光脑上查询类似的机缘 我听闻 前十大的道子 有几人最近在征战地狱呢 嗯 琴洛音小姐也刚从地狱回来 元兽平台上有人议论 恰好是楚风感兴趣的 他经过了解 明白那是怎样一个地方 地狱 那里面的生物太可怕 但只说第一层就算是绝地 当中有种黑色的蚂蚁 一般都是群起而动 可以吃掉金身罗汉 但是 它们分泌的某种物质 却是进化圣品 能让人获得巨大好处 地狱太危险了 那些无敌族群的道子进地狱 也有护道者跟随 不然很容易出意外 死在里面 楚风在光脑中查阅 发现还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在宇宙深处 号称神之禁区 虽然很危险 但是却有惊天大造化 据悉 天神族的少神 应无敌等 都曾在这些地方徘徊 寻机缘 甚至 西陵族的神子 也是从这种地带踏上归城 奉为恒之命来击杀楚风 也就是在这一日 楚风动心了 无比渴望进入星空中 地球上的造化他想争夺 而星空中那些密土 他也想踏足 地球 东海 楚风在洞府外守了很长时间 最终连李凤 原魔都出来了 也没有见到蓝师 经过审问其他人 他却信蓝师很精明与激进 没来此地 然后 楚风开始大丰收 获得天际九世 还有从福荒与大徐 黄朝徐 进他们两人的手中缴获来万新葫芦 万新葫芦用处太大了 连进化领域中的大能都钟爱 因为 它是瑰宝及神物 现在 万新葫芦没有被采摘下来 被福荒还有徐进整体挖出 依旧长在葫芦藤上 他们准备带出地球 移栽到新海深处 这个葫芦如果养成熟 让圣人都要动心 子鸾大眼发光 兴奋无比 在那里告诉楚风 然而 楚风有些走神 他在私存 绑架圣子要赎金 售卖圣女积累宇宙币 然后想到稳妥办法 进军星空中 他移动了 第522章史上最强奴隶贩子 上 想进星空中 首先就得避开 预外的天眼监测等 比如现在 楚风正被人注视 圆寿直播平台上的人 都知道他在哪里 正在做什么 没有秘密可言 这种境况相当不好 楚风非常不满 曾质疑与针对圆寿平台 进化者还有隐私可言吗 然而 圆寿平台给出的答案却是 地球属于废土 进化层次不够 预外可以观察者的身份注视 没有违反当下的星空规则 哪怕地球稍微进化到一定阶段 成为一星级进化文明都可以 预外就不能随意监测了 楚风听得皱眉 这种情况就像是 现代人寻找山林中的野人般 看观看稀稀有物种 算是一种科学探索 楚风曾相当沉默 仔细想来 母星有点悲 曾经映照诸天 万语共尊 在整片宇宙中排位第十一名 可现在成为什么了 宇宙边荒 许多人眼中的满意气居地 进化文明断层 也说五星级以上的进化文明 连一心达不到 预外像是在观察眼人 注视山林中的稀有动物般 随意地监测地球 各族的进化者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哪里有什么地位 更无尊严 若是鼎盛的进化文明 在那些强大的星球上 绝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比如 这么的多的神子 圣女 想要踏足那些非常繁盛的星球上 肯定要报备 先行告知 不然的话会被视作入侵 将被格杀 楚风回过神来 想进星空中 麻烦很多 人不知鬼不觉才行 一旦泄露 他必死无疑 得找一件阵教之器才行 能镇压一方空间 遮掩器机 帝国域外大能以及天眼的监视 楚风心中琢磨 然后 他回过神来 看着万新葫芦 他能有巴掌大 像是紫金铸成 最为奇特的是葫芦皮上的斑点 一一生灰 像是星辰闪耀 这应该就是他名字的由来 葫芦腾发光 蓬勃生机浓郁 霞光缭绕 跟虚语意图等都被挖掘出来 他不受影响 掌势依旧旺盛 他的珍贵之处在哪里 楚风问道 子鸾眼神很火热 道 他可以养剑 可以养丹 还能养人 故此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天养葫芦 所谓养剑 其实是钟笼统的说法 其实就是能温养各种兵器 他内韵天生的养兵场域 能慢慢提升密宝的品质 长期佩戴葫芦 他皮上的上万个斑点 更是能养剑气 关键时刻 一万道剑盲击射而出 那是什么场面 至于养丹 就更不用说了 各种天才地宝不易保存 就更不用说提升品质了 都会随着岁月而流失神性物质 而有此葫芦在身边 则可圆满解决问题 至于养人 这不是说说而已 它能吸引天地间的各种能量因子 包括西伯尔含有的长生物质等 常年佩戴此葫芦 可增加寿源 而进入葫芦内部修行 更会事半功倍 主风听闻 顿时谋光罢胜 这可真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 难怪说一代养成熟连宇宙中的圣人都动心 福皇兄 徐静小姐 多谢 这碗新葫芦 我很喜欢 主风带着笑容表示感谢 对那两人抱了抱拳 两人神色都不是很好看 福皇掌握有天神图魔路这种呼吸法 祖上出自天神星 而徐静来自大徐皇朝 他的师门则跟前十大星球有关 来头很大 这两人当初来是自然不服 怎么可能乖乖地交出万星葫芦 跟楚风激战 可惜 不是对手 他们跟人魔实力差不多 都被镇压 福皇兄 看在你当初帮我看住原魔 在我跟西林族开战时没让原魔逃走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中道吧 你这名字不详 趁早改一改 不然将来要有大祸 楚风劝道 一副很神棍的样子 就这么几句话 让福皇与原魔的脸都黑了下来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洗劫我 徐静愤怒 他绝对算是天宗皇女 实力分外强大 远超其他神子 圣女 结果也被楚风俘虏 你与福皇攻击我的追随者原魔 让他满身时伤 我这是在庇护手下 向你讨个说法 楚风笑道 瞿静默秀全 他自负超越众人 带着憧憬与西纪降临这颗星球 想挖掘到绝顶呼吸法 绝食秘术 采摘到各种生药等 结果 自斩道横提前过来 却遭遇这样的挫折 他是一代黄女 世门更是厉害 今天被秦卓实是不小的打击 楚风安慰 道 放心 我也不为难你 一会儿跟你们大徐皇朝联系时 绝不敲诈 赎金一撕下就行了 差不多我就会放手 这种安慰 听的人们都无语 徐静显然是被绑架了 至于郑主徐静 险些在跟他战一场 奈何被封住一身能量 你们别看热闹 一会儿都会被拍卖 统统给我交赎金 楚风盯着众人 可以说 各路神子 圣女都在诅咒 这叫什么事 他们何等的身份 跑到地球就是上赶着让人绑架了锁吗 楚风道 各位 准备回家吧 各找各妈 一会儿拍卖就开始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在星空中在相逢时 能够一笑一惊朝 你恩仇 去你大爷的 一群人想大骂 听到楚风这种话 他们的脸黑的跟锅底似的 想卖掉他们 一个个都给打包叫快递送走 岂有此理 他们还不想走呢 就这样被快递回去 得多么的丢人 他们还想在地球继续寻造化呢 楚风看着他们道 愿意留下的也可以 赶紧跟家里人商量 多交点赎金 然后 再交上一笔保护费 以后我保护你们 恩 这次是真正的保护费 不是随便说说 一方有难 我立刻支援 我棍 很多人心中诅咒 除却赎金外 还需再交保护费 实在太可恶了 恩 李凤 你什么情况 不久前算是想逃走吗 楚风盯着身段刀挑的 无话可说的宇宙超模级圣女李凤 神色不善 没有 我一直没有离开 也进洞府中了 因为你的原因 被众人围攻 李凤这么应对 好吧 斩赫呢 楚风认为 斩赫应该是真的逃了 再抓住的话要处理掉 在这里 我被他们围攻 不得已顿走 现在又回来了 斩赫很帅气 是赫族圣子 现在一身白衣 横渡避海而来 楚风道 好吧 算你们顺利过关 过来帮我清理战利品 然后 准备邮寄这些神子 圣女 送他们上路 他自己登陆元寿平台 宣布要拍卖各族天才 空 清空中 简直是一场暴动 一片沸腾 因为 这是从未有过之壮举 这不是一两名神子 圣女 而是数十位 涉及到数十颗高等星球 平日间 一位神子 圣女失踪 都会引发轩然大波 现在有人一口气要拍卖数十位 这 有点梦幻 简直是逆天了 这也就是在地球上 各叫进不来 若是在星空中早就爆发大战 会引发星球与星球间的大对抗 这一天 元寿平台上跟火山喷涌般 火热到爆炸 各族进化者云聚 纷纷关注这件事 太丧心病狂了 数十位神子 圣女啊 他就这么给卖掉 据悉 原本更多 可是有些人的确没有惹到他 所以他准备无条件的释放 这数十人都攻击过元魔紫鸾等人 也曾对他有敌意 所以他决定 一口气都给卖了 星空中 一片沸腾 而现在一些道统的强者 则气得蹊跷生烟 对楚风恨的牙根都痒痒 但是却奈何不了 在今天 一些出名的道统彼此间联系 问候话语那是相当的怪异 比如 你家圣女被卖了吗 我们家神子正在被拍卖 这在平日想都不敢想 但今天发生的事 就是这么的离谱 地球 东海 楚风吃惊 看着李凤 道 你是说 天极九世非常厉害 在无穷岁月前 朱雀古祖借此战绩 曾横扫小半个宇宙 李凤在帮他整理战利品时 特别提到天极九世 同时委婉地表示 他也想学 因为他就是用大吉的 可惜 天极九世最后仪式在争夺的过程中被人损毁了 李凤与汉 共有九块石板 刻着九幅玄奥的密集图 结果在洞府争夺战中 最后一幅图被打成鸡粉 楚风罢怒 道 该死 你们这群混蛋 太可恶了 居然毁了我的绝顶密集 拿什么来赔 那几人付费 是我们的战绩好不好 现在被你得抢了 这是属于母星的遗产 让你们得糟蹋了 先来了你们 无论男女一个不留 跟你们家里人联系 一个神子或者圣女一滴天神叶 不然都直接打死 楚风罢狠狠地说道 这几人顿时哭的心情都有了 天神叶拿东西太逆天 服下一滴而已 就能解决身体的各种隐患 堪称归宝 你想买也根本买不到 这是天神族的东西 内部都不够用 只是偶尔流落进宇宙黑市 可遇不可求 且每次都会卖出无法想象的天价 第523章史上最强奴隶贩子 下没有天神叶 买都买不到 要你们何用 都给我砍了 楚风命令原魔 措施天己九世 他犯门不已 正在气头上 准备拿他们开刀 原魔杀气腾腾 真的提着扩建就走过去了 因为那几人都曾围攻过他 现在巴不得一剑给剁了 反正他出身魔道 跟那些人身后的道通 本来就不对付 剑下流人 楚风小兄弟有话好说 不要冲动 元寿平台上 这几人的家族 身后的门派都坐不住了 不可能看着他们的最强传人被杀 一个歌又吉又气 天己九世虽然选傲 号称绝顶战绩 但并非独家绝学 在宇宙中流传圣广 我们去帮小友买来这本秘籍 再送上前人的一些修炼心得 嗯 很好能换走一个神子 你们几家商量吧 想把谁家孩子用通天快递给邮寄走 听到他这么凶残的话 要打包邮寄神子 圣女 几家也是无奈了 同时听到只能换走一人 几家恼怒不已 楚风小兄弟 天己九世这种秘籍虽然不是独家的 可是在宇宙中也价值昂贵的吓死人 动辄就是以数百亿以上啊 楚风撇嘴 道天己九世 我原本都能收集权 结果被你们家孩子给毁掉一世 你们现在不过是在赔偿我 而且我也没有要一本秘籍 只要第九世 随后 他就开始卖那五个神子 圣女 向外接报价 神子底价二十亿 圣女底价四十亿 尼玛 有圣女的进化门牌 都有种想骂娘的冲动 赎金贵了一倍 这不公平 有一位老者气冲冲 楚风邪逆 道 有什么不公平 你看 我都说开始拍卖了 结果还没有一人问金神子 两名圣女倒是有人寻价 看样子要买 苍天啊 大帝啊 给我降下雷霆批死那耳棍吧 有人诅咒 真是气到不行 恨不得楚风遭天谴 然而 楚风等了片刻间 没有人进拍 情况很不妙 楚风兄弟 不是我们说你 这底价也太贵了吧 神子二十亿 买回去什么用 就是恢复到观想层次 也算不上顶级高手 我花二十亿足以 请来一个更厉害的保镖 嗯 甚至是雇佣军团队 证明四十亿 估计有人想买 毕竟算是稀缺资源 平日买不到 一些有身份的人 想买去作窃 可还是太贵了 最主要的是 你这次要卖很多位 不是一两人 圆寿平台上 有人这么说道 楚风不满 道 谁说神子不值钱 各位的姐姐姑姑 我觉得都可能是潜在客户 有兴趣近开 这话语一出 一群人想死了他 这特么的跟骂人 没什么区别 楚风道 我说 各位 你们太大男子主义了 许你们买圣女 就不许女性亲人买绳子 我告诉你们 今天绝不降价 我还要提价 那没人近拍 你卖不出去 有人笑道 并不着急 楚风看到那些绳子 圣女的家人也都很不本分 钻夺众人不要近拍 顿时大怒 道 我决定提价 无论是绳子还是圣女 都是五十一宇宙逼一个 没人要就剁掉 圆魔 准备砍人 一 不能这样 那几家人马顿时急了 怎么可能看着各家的神子 圣女被劈掉头颅 这楚魔头绝对是在针对他们 想要让他们重金赎回 很好 开了先例 然后接下来 神子 圣女就是五十一一个了 这是底价 楚风杀气腾腾的说道 各家都在诅咒 至于被俘的神子 圣女一个个都低着头 太羞愧了 展鹤 李凤 子鸾 叫通天快递 准备打包邮寄 楚风道 然后 有人直接主动找他 想熟自己家族的皇女 那是大徐进化皇朝的一位老皇叔 他们怕楚风出幺蛾子 赶紧先把侄女救回来为好 楚风微笑 看向徐进 道 殿下 你看如何 我都说了 不会对你家人狮子大开口 他们想要你回去 随便给个五六十一宇宙币 我立刻就放人 对了 你要是还要留下 继续在地球寻找机缘 让他们再交二十亿保护费 以后我保护你 瞿进人如其名 很漂亮 也很冷艳 可现在一双美目都快射出剑芒了 真想杀人啊 有大徐皇朝这种榜样 其他各个进化门派都坐不住了 纷纷主动找楚风 要交赎金 买回自家的神子 圣女 原本想参与竞拍的一些老怪物 好色之徒等 现在都急了 纷纷骂楚风奸商 然后也有人硬着头皮竞价 数十号人 都换成宇宙币 我不太放心啊 万一天神族哪个老军驮蛋跳出来 施加影响 冻结我账户怎么办 楚风不乐意要宇宙币了 告诉他们 要他用得上的秘籍 大药等来交换 这样吧 我要天涯咫尺第二侧 哪家有的话 可以将自己家孩子领回去 楚风狮子大开口 结果 一群人一听就炸锅了 楚风兄弟 你这种说法太离谱 你可知道天涯咫尺第二侧价值多少宇宙币 最少也得牵一起底 楚风吓了一大跳 才第二侧而已 就这么贵 那后续的呢 他有点发呆 然后决定 狠狠的高价卖神子 圣女 楚风兄弟心不能太黑 老夫还想买一个圣女呢 结果你定价都到天花板之上了 甚至到天穷之上 还让人怎么竞价 做人不太能楚风 太贵了 一群老怪物好色之徒在表达愤闷 那些进化门派 神子圣女的家人等 也在喊贵 楚风想了想 道 都嫌贵啊 要不然这样吧 我一口气打包十人 五个神子 五个圣女 冠取第二色天涯咫尺秘籍 一群人听到 都无语 什么时候 神子 圣女都可以成堆成群的卖了 太没天理了 地球 东海 那些被俘虏的神子 圣女一个个无比忧怨 羞愤难当 与外 一群人还是不满 尤其是那些神子 圣女身后的进化门派 更是急了 早先一个神子五十亿宇宙币 现在折合下来 都摆一起底了 太不公平 楚风 你太过分了 楚风愣眼 道 就是这个价格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们 越向后越贵 想要熟人英称早 圆魔 给我举刀 那时个人如果流拍的话 全都给我剁了 尼玛 还能愉快地交流吗 一群人在私下里大骂不止 最终 楚风没有强硬到底 允许十二家联手 用第二色天涯咫尺换走十二位传人 子鸾 认真登记 那十二人一会儿要打包邮寄走 楚风说道 一群俘虏都不想说话 看到楚风 都只是想咬人 各位 相逢即是缘 你们不久就会踏上返乡的路 我会想念你们的 楚风很热情 接着又感慨道 当有朝一日 我进入星空中 行走在各个生命星球 看到那里的最强者 都是我卖出去的 嗯 肯定会有成就感 当听到这种话 各路神子 圣女更受不了了 都想活吃了他 对了 大孟净土秦洛英 有个远方表姐也在试吧 别一不小心卖掉 先留着回头 我得跟那个爱做白日梦的性情的女人好好聊一聊人生 楚风叮嘱 罗妙相听闻 差点昏过去 元寿平台台上 特邀嘉宾罗老爷子更是胡子都翘起来了 怒目而是 他真想立刻刹向地球 楚风哥哥 你这样拍卖神子 圣女太辛苦 我帮你捏捏肩 揉揉腿 就在这时 大魔女赵秦出现 魔鬼身材 性感妖娆 鸟鸟挪挪而来 风情万种 好啊 浑身都酸 楚风笑得开心 示意他可以垂背 捏肩等 然后他则接着卖神子 圣女 清空中 赵魔王气的眼睛冒绿光 很想捏死楚风 也想收拾他 孙女赵秦一顿 第524张天纵妖念大船上 楚风坐在藤椅上 很舒适地审视剩下的俘虏 接着拍卖 在他的身后 大魔女赵秦成熟而妩媚 175公分左右 黑裙映衬雪白肌肤 身材非常好 曲线起伏 让人惊叹 赵秦 长发略带天然波浪卷 眼睛很媚 红唇如烈焰 整个人异常美丽 性感而妖艳 现在他正当楚风锤背 捏肩 相当的敬业 这让一群神子与圣女当真是无言 他们沦为阶下囚 而那个土著天选之死 却遮复作派 如此享受 而且正在卖他们 让他们情何以堪 旁边 子丸不时去贴上一眼 非常不满意 觉得这个大魔女太妖媚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帮楚风捏肩 哟 小妹妹 你这是什么眼神 极度羡慕姐姐吗 那就来帮忙吧 赵秦微笑 大眼水淋淋 红唇魅惑 在那里刺激子丸 不要脸 子丸仗红小脸 低声咕咙 用大眼瞪她 楚风回头 道 子丸将那个罗妙相提来 她不是大梦净土 秦洛英的表姐吗 这个得卖个高价 子丸尽管不情不愿 但还是扭着小蛮腰 走进俘虏中提人 罗妙相心情复杂 坠坠不安 早先被擒下时 她还能笑得出来 不是很担心 但现在她却很忐忑 她有一个天纵无敌的 远方表妹秦洛英 以梦露道 超越历代前嫌 同时是星空中 最美的女子之一 李英让她跟着沾光彩队 可现在却令她头大 据悉 秦洛英为一代天娇女 李坚前是大最强的几位道子 地位极高 你是她的表姐 若是拍卖的话 有些老怪物说不定爱乌及乌 会给予高价 楚风扮笑 然后 她很直接的告诉罗妙相 道 可以跟你那位表妹联系 一口价 五滴天神叶 罗妙相顿时焦虑 刚才那么多神子 圣女背后的道筒 都没有一个人 能拿出一滴天神叶 现在轮到她时 楚风狮子大开口 要五滴 怎么可能 罗妙相认为 别说只是远方表妹 就是亲表妹 都不见得答应 楚风 你误会我和她的关系了 罗妙相解释 她已然看出 不久前秦洛英针对楚风 废掉她手中的金色情简 并冷然将她否决 彻底得罪这魔头 那个爱做白日梦的圣女 身份地位很高 想来五滴天神叶 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楚风自语 没有理会她的话 这时 圆寿平台上一位名人找楚风 正是特邀嘉宾罗老爷子 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因为自己的孙女要遭殃 这要被卖掉 罗老头非发疯不可 楚风 老朽有话要说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这不关妙相的事 你有什么不满 该去找秦洛英仙子才对 怎么称呼您 罗老爷子是吧 的确 原本不关妙相圣女的事 可是 你干嘛在圆寿平台上 大骂我 还有那个爱做白日梦的死丫头 也对我傲慢无礼 这不 抓不到你与那丫头片子 我只好留下您孙女谈一谈人生理想 罗老爷子焦躁 在他眼中 楚风就是一个恶棍 这要留下的话 说不定就出事 你要怎么做才肯放过妙相 他贺问道 楚风微笑 道 首先 您骂我了 这是一件相当让人遗憾的事 为此您以后得在圆寿平台上 天天称赞我 晶空中 人们都是一脸怪异之色 这个多么不要脸啊 昼明昭著的人贩子 要人天天赞美 而罗老爷子作为长期的特邀嘉宾 还不要难受死 为着良心夸奖绑架自己孙女的人 想一想就吐血 再有 您得交五十亿宇宙币作为保护费 什么 你让我交保护费 罗老爷子问道 楚风淡定的点头 道 没错 这五十亿不是赎金 是保护费 保证您精神不被刺激 我只是单纯的留下罗妙相圣女 顶多让她端茶倒水 而不会有其他事 交五十亿宇宙币 还不能送妙相回来吗 罗老头急了 不说了 五十亿宇宙币只是保护费 不是赎金 你 太过分了 如何才肯放人 罗老爷子问道 刚才都说了 您和爱做白日梦的死丫头 对我太傲慢无礼 您这边的问题解决了 自然还差那丫头那边 我退一步吧 让秦丫头给我赔礼道歉 然后送上一滴天神液 再交上一百亿赎金 就这么定了 这 罗老爷子头大 他怎么向秦洛英开口 大孟净土太强盛了 而那远方亲戚的身份地位 又那么高 接受威胁吗 楚风沈笑 道 你不用愁 把这事跟那死丫头 直接说就是了 愿不愿意就他表姐 都在他一念间 让他看着办 这时 所有人都露出异色 这还真是个坏蛋啊 秦洛英到底救不救 如果不救的话 肯定会显得没有人情味 哪怕人们不说什么 心里也会有想法 可真要是因此而就范 直接要向这魔头低头道歉 奉上各种资源 光想一想 这场面就让人无言 秦洛英 以梦入道 该道统有史以来 最惊艳与最具有天赋财情的弟子 能轻易托梦杀人 如今不说年轻一代最强 但也差不多 足以排在星空下前几名内 此外 他还被誉为 星空下第六美人 名气极大 他已经表明姿态 嫌恶处风 不夺他进入大梦净土的资格 不送他机缘 不给他结为道理的机会 结果 现在要低头向他道歉吗 这可真是骑虎难下 从年面到亲情 不好取舍 吉洛英刚从地狱杀回来 人们猜测 早先他根本就没关注楚风 不知道自己的远方表姐被俘 不然的话 肯定先稳住他 不会这么被动 爱做白日梦的那个死丫头 你自己看着办吧 楚风说完 不再理会 人们无言 他一口一个死丫头的叫 估计整片心海也只有他一个人敢这么对秦 洛英不敬与不在乎 然后 他一招手 让罗妙香走到近前 跟赵晴一起帮他捶背 捏尖 罗老爷子眼中喷火 道 楚魔头 你怎能如此 我刚教五十一宇宙币 你还想怎样 这不是很正常吗 只是捶背而已 这样一个大妖精放在身边 光让他处在那里不是浪费吗 楚风道 大魔女赵晴笑容灿烂 无比魅惑 千交百妹 教导罗妙香捶背 看得人们眼睛发直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享受 娇奢 放纵 不成体统 欧娇女子鸾在那里分门低语 大眼瞟向那里 其语的全都是眼白 清空中 跟罗老爷子一起作为特邀嘉宾的其老也在发愁 暗中擦冷汗 因为他孙女其玉也落网了 果然 此时楚风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将那个女扮男装的丫头提来 他爷爷也骂我了 其玉修脑 像是一只雌豹般 身形非常贱美 小麦肤色 人很漂亮 有种另类的野性美 楚风跟其老一番友好交流 让他也交一笔保护费 而后元寿平台上又多了一个对他赞美的特邀嘉宾 至于他孙女 跟罗淼香一样暂时被扣下了 在楚风的身后 我女又多了一个徒弟 其玉也姓南逊 不情不愿的在那里捶楚风的背 力气很大 老夫真是极度羡慕恨啊 楚风小兄弟 你就不能有诚意的拍卖几名圣女吗 你看一看 到头来 这些神子 圣女都被他们各自到同与家族的人赎走 对我们这些真正的买家来说是一种伤害 有老怪物表达不满 驾高者得 只能说你们缺少点诚意 楚风很淡定 不为所动 这时 元某小生道之 神子 圣女中 有彭来与方丈岛的人 为这两个秘境的少岛主 过了 楚风猛声命令 都不带眨眼的 他这对两族人不想多说什么 空 当下了这种命令后 元某刚向前走去 避海中顿时腾出七道身影 一起向大船俯冲而来 轰杀而至 哼 早就感应到有人接近 原来是你们 这时 楚风亲自出手 腾空而起 施展天涯咫尺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迎击彭来与方丈的七大高手 他们想救人 结果都被阻挡 空 一刹那 楚风全光绚烂 紫气蒸腾 淹没碧海 第一个冲过来的人 直接被打爆在半空中 天啊 那是紫气东来拳 这一刻 所有人都震撼了 包括域外的民宿等 因为 这种拳谱 楚风才刚拿到 只是看了一遍而已 现在就能施展了 空 接着 第二名观想层次的进化者 被楚风一拳打爆 血雨四散 紫气浩荡 拳印恐怖 有无敌的架势 太惊人了 才拿到拳谱就能施展 清空中 人们面色都变了 什么是妖孽 这就是 紫气东来拳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拳法 异常反傲语难学 是真正的绝顶战绩 没有多少人最终练成 然而 楚风这才接触 现在就施展出两拳 震惊所人 至此 人们彻底明白 楚魔头异常非凡 这是一个天纵之思的妖孽 接着 人们看到他不断挥拳 可怕到极致 紫气东来 耗道海域中 前来的七大观想层次的高手都被他轰杀 一个都没有能逃走 而他 仅仅动用十一拳 楚风带着刺目的紫霞 还有光雨 以及浓郁的紫气 降落在大船甲板上 坐在藤椅上 能量气息惊人 此时 他眸自开河间 光束飞出 如同实质化的闪电 在这片海域交织 射人心魄 如同一个真正的大魔王 方丈 彭来的遗族 真是低估你们了 观想层次的高手可以顺利送出来 想来也是占了地利 还有原本身为战朴的原因 在他身后 大魔女赵琴很主动地垂背 同时也在指使其遇 罗妙相一起上 楚风对紫气东来拳很满意 他虽然挥出十一拳 但总共只施展两世 这股拳朴博大精深 是真正的绝世篇章 需要仔细研究 他回头看向紫鸾与原魔 问道 你们知道有什么物质 或者密集可以让人实力 在短期激增吗 一般的就不要说了 我现在只要归宝级的东西 紫鸾偏着头 想了想 道 的确有 大魔女很主动 笑容甜美 抢着道 道 我知道 第525章 依依不舍地狱有那种东西 绝对算是一种归宝级物质 能强化人的肉身 增加力量 大魔女赵晴第一时间告知 他脸上带着笑意 详细讲述 像是一个尽职而本分的属下与侍女 这让子鸾翻白眼 这魔女大现殷勤 也太主动了吧 难道还真想留下来跟楚风 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地狱有一种黑蚂蚁 能将身罗汉级的凶琴猛兽 作为食物吃掉 非常可怕 赵晴道知 那种恐怖的乙学中有一种神叶 据悉是那种地狱已熬练出来的 如同蜜蜂采集花粉酿蜜 而那种地狱已更为可怕 所酿蜜也能让人肉身坚固 产生恐怖戾气 有多么强的效果 楚风问道 据悉 扶持这种神叶后 肉身强度最少可以提升五倍以上 力量也是如此 试想 原本两个原本是均力敌的人 有一人扶下地狱已酿造的神叶 在对战时 那天凭肯定严重失衡 楚风听闻 认真点头 他自然知道肉身与力量 突然提升数倍意味着什么 这等于是一场额外的进化 很好 楚风点头 很多年以来 一些励志走上最强目的生灵 都不会错过地狱一夜 甚至排名靠前的那些道统 比如大梦净土 比如天神祖等 所培养的天才肯定要扶持这种神叶 是不可少的步骤 楚风皱眉 顶级强族培养后代的手段很多 这种瑰宝级物质 他才听说而已 可是前十大等确实必虚物 还有呢 他接着问 赵秦道 自然也有其他神物 只是太罕见 多少年都难以见到 比如原慈圣果 酒鞘肚结花 万星草等 楚风一听 变促眉不已 他所说这些东西太逆天 正常情况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寻到 因为 在龙虎山时 他曾听妖妖提及过 这些神圣物质对于妖妖的复活都有效 是必须的东西 然后 他让原魔与子轮又补充 结果所提到的稀有物质都差不多 归纳起来 以楚风当前的层次来说 能在黑市上买到的东西不多 也只有地狱一夜神风将击中 然后 接下来的拍卖中 各路神子 圣女身后人的便难受了 因为楚风点名要地狱一夜 一口气推出去石人 那石人背后的门派与家族 当场眼晕 地狱一夜太吸真 非常难以收集 是金身罗汉籍的生物 一个族群密密麻麻 整体无比强大 很难深入巢穴道去 甚至 有传闻成 一些格外强大的以后能吃掉圣人 不久前 秦洛应当从地狱回来 所谓何故 就是亲自去寻找机缘 获取地狱一夜 当然 他身边有护道者 不然的话不可能成功 可以想象 连大梦净土这种道童 所储备的地狱一夜都不多 自然异常珍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地狱一夜不比天神夜差 价格相仿 但凡天才 想追求同皆无敌的人 都不会错过地狱一夜 十个神子 圣女 换取十滴地狱一夜 你们认为如何 楚风问道 惊空中 那些神子 圣女师们与家人 顿时脸色难看无比 这有些难以接受 哪怕是在宇宙黑石中 去花费巨额财富购买 也不见得能买到 一滴地狱一夜 就足够一位天才洗礼肉身 过多的话也不见得能承受 大魔女赵琴提醒楚风 楚风点头 但是他的确想多储备几滴 不过 那些道童显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一滴就可以让一个人的肉身 与力量数被激增 战力飙涨 这是瑰宝及物质 昂贵到号称无价 巧友 你要知道 地狱一夜很难求够 掠取道的人一般都不会卖 跟天神夜一样稀有 是的 楚风兄弟 你这是前人所难 如果真要交换 我们只有把握寻到一滴 不久前 发生圣允 有强大的以后击杀圣人 吞噬圣血 导致现在的玉一夜越来越昂贵 一滴 不可能 楚风摇头 不过 他最后叹了口气 想到现在连一滴天神夜都没有交换到 想要同级别的地狱 以一夜十滴的话 的确难以实现 有人叹道 两滴 这是我们所有的储备 这东西不容易保存 且没有人保存 谁收获到都是直接用掉 让自身实力暴涨 然后 他们表示愿意再送上一些宇宙币 因为真的没有更多的地狱一夜了 已经询问过宇宙黑市 近期都没有活源 楚风看出 这还真是他们极限了 好吧 两滴地狱夜 再加500亿宇宙币补偿 楚风狮子大开口 因为 这都是一锤子买卖 人早就得罪了 你 够狠 有些道统的老怪物都想骂娘了 至于十位神子 圣女更是羞愧难当 来到地球所为什么 居然被人卖回家乡 实在太丢人 接下来 楚风又推出十位神子 圣女 跟他们身后的势力 依旧索要地狱一夜 最终达成协议 条件跟前面那组人相仿 真是可惜 不知不觉 卖出去数十人 没有多少了 楚风摇头 而后 他叹息道 神子 圣女道用十方恨少 这种话语传到星空中 让一群人诅咒 人都说书道用十方恨少 他这种言论让人想垂他 事实上 楚风还真不是群巢 完全是认真的 在他看来 神子 圣女都是硬通货 他自语道 我是不是要留下一些 神子 圣女 这种硬通货比宇宙 比还好用 更保值 一群人无言以对 相关方则想杀人 接下来也很热闹 楚风将剩余的神子 圣女都给卖了 终究是没有留下过多的硬通货 通天快递 在日后 楚风联系这个非常神秘的 虫洞公司 准备发货 因为 他相继收到一些货款 同时 真有问题的话 有元寿平台担保 楚风在东海选了一座岛屿 寻到一片折叠空间 因为 通天快递开启的 虫洞只能在那些地方 无法涉足地球主空间 海岛深处 折叠空间内 这一次 一口虫洞开启 一个特殊材质的箱体浮现 名义上的救生舱 其实这就是游记神子 圣女的包装盒 兄弟 一路走好 在折叠空间内 楚风一个一个的送行 现在正用力拍一位神子的尖头 道保重 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感情多深呢 结果 下一步 他就将那神子塞进包装盒了 然后封上 继续 楚风说道 天上 子鸾正在下单 用光脑认真填写这些要游记的神子 圣女的地址坐标等 李凤当他助手 认真叫对 因为 这万一要游记错了 会出人命的 下一人是为圣女 一脸忧怨之色 面对楚风感怒不敢言 现在要被送回故乡了 真是让他感觉丢人 他是某颗高等星球的圣女 结果在这里折戟 太失落了 妹妹 开心点 都要回家了 这是喜事 我会想念你的 楚风安慰 非常殷勤 扶着这位圣女进铁皮罐头中 等这位圣女被游记走 楚风喊道 继续 接下来 又轮到一位神子 楚风注视他的双眼 道 兄弟 他年若在相见 我请你喝酒 期待那一天 星空中他相遇不知 我去你大夜的 这名神子很想大骂 但是 还没有离开 很不安全 他也只能忍了 小声道 最好这辈子都不要见了 人们发现 楚风一个一个的送行 每次说话都不带重样的 一脸真挚之色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一一不舍呢 妹妹 你叫李妙是吧 其实我真不想卖你 原本还想红袖天香 留一段佳话 但是 形势所迫 你走好 以后我会去星空中看望你的 兄弟 回去好好修行 争取成为你所在星球的第一强者 他年我若去找你也跟着有面子 就这样 楚风送走数十人 千叮鸣 万嘱咐 热情的不得了 随后 轮到大徐皇朝的徐靖皇女时 楚风更是殷切 道 殿下 以后若有需要 尽管找我 比如你想当你皇 我会去助你一臂之力 徐靖狠狠地瞪他 道 休要胡言乱语 那就上路吧 楚风直接就想把他往救生仓里塞 你记错了 我不回去 选择留在地球 徐靖急忙喊道 这混蛋太可恶了 刚才还很热情送别呢 现在直接就要将他塞进铁皮罐头里 大徐皇朝多付了一笔保护费 让徐皇女留下 子鸾提醒 对不住 记错了 殿下你这边请 现在自由了 楚风放走徐靖 然后 福荒也是如此 选择留下 多交一笔保护费 至此 轰轰烈烈的拍卖神子 圣女的大幕落下 彻底结束 在楚风的身边 大魔女赵青还在 她是自己选择留下的 而罗妙香 其遇则是楚风暂时扣下的 你们暂且在海上修行 我去访友 楚风一个蒙子扎进海水中 前往东海龙宫 去找龙女 再次见到龙女后 楚风塞肥几枚金蛇果 然后道 我要进真龙巢去闭关 龙女感受到金蛇果的强大 异常欣喜 对楚风很感激 这种东西在星空中 一枚价值一意宇宙壁 对蛇足等纯化血脉等 有惊人的效果 我带你去 龙女领路 最后 楚风进入真龙巢学 她要在这里练拳 扶持地狱一夜等 开始闭关 这次真是作死 原本还想多写一张 结果现实中各种事情折腾 都赶在一块了 很晚才回家 然后写了这么一张出来 先这样吧 找时间补章节 第526章出 关羽星空联军 再次来到海底秘境中 楚风看得更为透彻 真龙巢学果然深不可测 哪怕是现在 她想闯进去也难 一记深处 雷金梦成片 天然石洞内 龙气喷勃 气象非凡 龙女早已离开 只有楚风一个人站在这里 她仔细凝视 火眼金睛 射出金色的光束 内心略有激动 在那口神秘的洞穴中 长着龙手 龙脚的小树 如一头又龙在孵化 在岁月中缓慢生长 很朦胧 但却很真实 那是龙胎树 此外 还有妖艳的花朵 花瓣炫目 每一片都如龙鳞 且道声 这是逆菱花 有的花蕾泻红如雪 有的盛开石子气腾腾 还有的花朵如同黄金般灿烂刺目 好东西啊 楚风轻叹 虽然易动 但是他依旧没有硬闯 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的底细 当年 有一位场域大师来过来这里 图谋甚大 但最后还是遗憾终生 根本夺不了此地的造化 而现在楚风也是场域大师 真要强取机缘的话 可能会死 至于龙巢外的雷姬木 龙雪草等 倒是能取走一些 终究是跑不了 随着我场域造诣不断提升 以后这里将是我的念谈之地 楚风露出坚定之色 7日 那个场域大师来此 不是为了采药 而是尝试构建特殊的场域 酝养己身 实现超级进化 这不是无稽之谈 而是有实力 有场域鬼才曾经布下 今世养生之地 动用18种场域 构建出一片生命能量 浓郁到害人听闻的地带 加持那里一座废弃的 善补凤潮 结果 那人呆在凤潮中 实现数次念谈大进化 最终成为实力惊人的一代大能 这种进化之路很古怪 不吞噬异果 而是吞噬山川 气魄更大 当然也借助了凤潮的念谈能力 真龙巢学 自然也具备特殊的神能与秘力 当年的场域大师看重这里 但可惜 他此身本领不够 终究是没有利用起来 楚风有信心 当有一天他的场域造一加深时 可以在此布置 这里将成为他的崛起之地 暂时就不想了 楚风一直坚定 很快就让自己尽心 然后 他开始在这里修行 这一次东海洞府开启 他收获太丰厚了 成为最终赢家 值得庆祝 一些含有的资源掌握在手 他自然希望第一时间 转化为自己的实力 不然的一切都是虚的 紫气东海拳 作为本土非常古老的拳谱 再次重见天日 楚风内心有喜悦与期待 他已经了解到 这是绝顶战绩 现在他正在推演 一遍又一遍的施展 心中揣摩 认真私存与研究 时间不长 紫气浓郁的化不开 将它与周围的地势彻底淹没 如同霸片的云雾覆盖在这片地带 砰 空 很快 巨大的声音发出 像是千层浪涛几天 也像山体突然炸开 响声震耳 场中 楚风在此物中发光 随着他的施展 拳头洁白如玉 但是砸得虚空都在扭曲 都在暴鸣不止 然后 这里又安静了 他依旧在挥拳 但是动作放缓 变慢 有时更是停下来 整整两天两夜 楚风都在研究这种拳法 以往其他事 他盯着石碑 信中只有这种古老的全普记载 最终 他长出一口气 停了下来 拳一宏大 他弄懂了 但是真正想通弄个透 登峰造极 那就需要实战了 需要更进一步的揣摩 然后 他吃了一枚金蛇果 他感觉到一股源自血脉的力量 不过效果不是很大 楚风点头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谁都知道 这对蛇族纯化血脉好处巨大 其他族群没那么明显 二十夭夭说过 他是纯血后代 应该是繁祖了 看来 将金蛇果卖掉 或者交换为其他异果比较好 然后 楚风开始练天机九世 他身上正好有一杆大旗 通体银白 是从西林族天才手中夺来的兵器 这件兵器看着是重型武器 其实很轻 因为配合精神武功施展的是兵器 虽然他很轻 但是他的确风锐 楚风挥动起来时 如一片银河倾泻 笼罩虚空 杀气腾腾 劝烂到极致 天机九世 真的非凡 简直不是人间武功 楚风感叹 难怪有传言称 当年朱雀鼓祖掌握天机九世 横扫了小半个宇宙 在那个时代 号称天下无敌的一代神情 清空中的那些家族 已经满足楚风的要求 帮他补全第九世 现在楚风主意施展 大几化出玄奥的轨迹 每一世都有很复杂的神文注释 仔细研究下去的话千遍万话 谁要指当是九世 那就大错特错 九个定时必须伴着各种符号绽放才行 演绎出无尽可能 楚风沉浸在当中 也是研究了两天两夜才收手 牢记千遍万话 心中满是跟大几对应的各种神秘符号 依旧需要实战去检验 而且想要将这种密集研究个透彻 两天两夜的时间是不够的 他知道 接下来少不了大战 现在将此气冬来全天极九十的种子埋下 如果跟少神统帅的人马碰撞时 两种密集将发光发热 在雪与火的魔力中成熟起来 然后楚风取出一块玉石 晶莹通透 在当中封印有一滴黑色的液体 这就是地域一夜 能增强人的体质 这样有益的物质 楚风绝不吝啬挥霍 研究完全谱 天极九十后 他捏碎玉石 将那滴如同黑太阳般发光的液体送进嘴里 而后一口淹了下去 味道不是多好 有些色 略带苦味 但是 这地域一夜的效果惊人的好 就这么一期间 楚风身体爆发刺目的乌光 整个人都漆黑如墨 而且 在那乌光中 出现一种非常可怕的生物 正是地域以 那时他们的烙印 若真实浮现而出 最后 乌光冲击 从楚风的血肉到脏腑 再到骨髓中 都被乌光洗礼了一遍 楚风身体抖动不已 因为 新陈代谢太快了 有些可怕 汗水长流 毛孔中不断向外排粘液 细胞活性剧增 这一刻 他感觉身体发酸 而后剧痛 体质开始提升 他的身体颤抖 骨骼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 楚风运转呼吸法 配合这种变化 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地域一夜十分非凡 刺激生物体内的原始活性 激烈蜕变 最终 当一切停下来时 楚风身上的乌光消退 身体越发的洁白 弥漫着一层温和的宝灰 力量 肉身强度提升六倍 果然有奇效 楚风赞叹 他没有就此停下 而是接着扶持下第二滴地域一夜 乌光再次将它淹没 如同立身在黑色大日中的魔神 可惜 这次虽然有效果 但提升的却不再那么明显 前后两滴地域一夜 合力将身体强度 力量等提升七倍左右 看来现阶段也只能如此为之了 楚风自语 难怪说一滴地域一夜就足够了 现在看来果然差不多 楚风没有久留 直接出关 哗啦一声 他从海中钻出 带起大片水花 然后 他便感觉整片东海的气氛 都略有紧张 因为 就在他消失的这四天里 外界出了一些问题 域外来了一些人 心路上也有很多股人马感到 都差最终的决心了 随时准备跨界 本土不少生灵都很忐忑 域外 一个白衣纳女子很漂亮 相对来说 发丝不长 直到雪白景象那里 他带着甜淡与从容的气韵 在地球外的空间迈步 每一角落下都有虚空金链生出 那是能量体 随着他迈步 在南幽暗的外太空中 成片的金链花啦啦摇曳 洒落金光 他不是一个人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人 而他则是首领 猎魔 什么时候开始 他自语 说的是宇宙语 如果没有光脑的话 地球上的生灵 哪怕对面相见也听不懂 事实上 他们这组人马不是第一个赶到 还有其他人马 比如不远处有个年轻人 像是个道士 外表看样子 也就二十几岁的样子 但眼睛很深邃 也有沧桑 他通体金黄 同样 在这个年轻道士的身后 也跟着一群人 实力超凡 这时 一个蓝衣少女也走来 身后一带着一群人 他脸上露出微笑 道 金身罗汉级的人物领队 我等星师动众而来 可是 真能进入这颗星球的主空间吗 这是宇宙中的一些出名道统的人马 都来自高等星球 他们的神子 圣女等曾被俘虏 又被楚风卖掉 最终 各家都出了巨额赎金 这才换回去族中的嫡系传人 但是 被这么勒索 他们怎能接受 现在 一些势力联合起来 出动大批人手 竟由金身罗汉级强者带队 要降临地球上 放心吧 有机会进入地球主空间 耐心等待 这时 有满头金色发丝飞舞的青年男子自开口 他背负双手 站在地球外 眼神如同电芒 在他的身后 也跟着一批人 一批又一批人马 足有数十上百只队伍 每一只都最少二三十人以上 他们并非都是被绑架的神子 圣女的师门莱克 更有不少星际猎人 雇佣军等 成分复杂 第527章风暴将起不及 我相信星空中的圣者推演无误 我等有机会进入这颗星球的主空间 有人点头 带着深信不疑的笑意 近来 星空身处一些圣贤联手推演 得出一个结论 万长岁月过去 地球上的场域运转不可能那么精准了 这与星空有关 与时间之力有关 就如同机械表 早先精准 但总有一天会出现误差 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上古到现在 过了太长的时间 且经历过多场大战 这颗星球上的场域机械表出现瑕疵 不再精准 有人盛嫌猜测 每隔数十年地球场域有些地带就会有下系 那时可以第一时间闯进地球主空间 不过 下系很小 不允许太强的生灵硬闯 极限就是今生罗汉级的进化者 而且这个时间很短 稍纵即逝 同时哪怕成功偷渡 在地球主空间也非常危险 因为地球意志已经渐复苏 它会纠错 所以真要成功降临 也不能久留 要尽快离开 虽然时间有限 但是对于今生罗汉层次的进化者而已 这个漏洞与时间差足够了 能办很多事 比如击毙楚风 晶空中 有些道统如金恨透它 如果有机会 绝不会再让它活下去 当然 来这么多人 不可能都只为杀楚风 若是要避掉它 一个今生罗汉层次的进化者就足够了 现在 最起码有数十个道统发兵 此外包括一些出名的星际恋人 甚至有宇宙雇佣军感到 不只是为杀楚风那么简单 他们想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 冲进地球 夺取造化 到了这个层次 领队的都是今生罗汉 在普通进化者眼中已经算是大能 想做一些事太容易了 地球外的太空中 渐渐安静下来 那一支又一支队伍都各自占据一片区域 等待下戏出现 据悉 短则数日 长则数月 就会出现 此时 各个头领的手中几乎都持着一些年代久远的地图 这是花重金收购的 地球上古辉煌时期的皇朝 进化圣地以及海底洞福等 都在地图上有标注 他们在研究 因为进入地球的时间注定会非常短暂 必须要选好目标 到时候以金身罗汉层次的实力迅速破解尽致 直接攫取一地造化 却要速战速决 时间有限 宇宙中 还在有队伍不断赶来 有星际恋人 有圣地强者 也有流浪在星空中的大道等 成分复杂 不过 每支队伍的人数少的二三十人 多的也不会超过百人 因为跨越宇宙星空的成本真的很大 走重动的话 是按人头收费的 这个行业几乎被通天虫洞公司垄断 一些强大的道统也有这种技术 但是 终究不够专业 比如保证路径的绝对安全 避开宇宙兽的袭击区域 以及涉及到时间与成本的问题等 照这么下去 地球外注定要出现密密麻麻的生灵 不时有队伍赶来 真心想杀楚风的只有那么一小撮 要夺机缘的战九成人马 地球 东海 楚风体会到压力 他行走在海域中 看着光脑上的各种消息 眉头深锁 今生罗汉籍的进化者要是进来 那绝对糟糕透顶 嘴波荡漾 楚风寻到原魔 子鸾他们 他跃上五艘大船 子鸾第一时间打小报告 告知楚风 说罗妙香 其欲都想逃走 而且贿赂他们 但是被他与原魔拒绝 并给捉了回来 你什么时候把我们体内的宣词争取出来 子鸾一副很忧怨的样子 显然 他不是不想逃 主要是怕体内的玄瓷针炸开 就这么几天的时间而已 他已经感觉到不对劲而 体内一些地方略痛 这说明楚风没有吓唬他 只要离开他 玄瓷针可能就会发作 咒嗖嗖 楚风将子鸾 原魔两人体内的玄瓷针取出一些 以示褒奖 然后 他送给这两人几枚金蛇果 并一人送上一个黑色玉瓶 天火夜 子鸾惊喜 这东西价值昂贵 对修炼秘术等有极大的好处 能缩短时间 且吸收后可以温养身体 原我感觉意外 没有想到楚风会给他们添火夜 旁边 展鹤 李凤眼巴巴的看着 的确想要 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那样岂不是像这个魔头彻底低头 总的来说 两人放不下面子 有人想逃 你们两个不拦截 添火夜想就不用想了 楚风说到 分别对待 展鹤 李凤顿时无比失望 有些后悔 然后 大魔女赵晴不干了 妖娃妩媚 向楚风妖宫 是他第一时间发现那两人想逃的 随后告知子鸾 不远处 罗妙香 其余脸色发白的同时 也很愤怒 盯着赵晴 感觉被出卖 美眸喷火 赵晴不屑 道 邓什么 你们两个悄然密意 说带着我一起逃 然后半路上将我丢开 让我吸引追兵 别以为我不知道 楚风听闻 露出笑意 也送一瓶天火夜给赵晴 以示褒奖 大魔女顿时笑容甜美 越发妩媚动人 修长身段遥动 鸟挪而来 帮楚风捶背 至于你们两个 楚风看着罗妙香与其余 道 让家里人在各自准备十亿宇宙币 啊 两人花容失色 被扣押在这里 原本就交了一笔保护费 现在还收 这个魔头太可恶 缺少道德 清空中 我老爷子与其老爷子得到消息后 心都在滴血 赵魔王的孙女在赚钱 这才几天啊 得到一瓶价值惊人的天火夜 而他们两个人的孙女 却一再让他们交保护费 这两人原本老了 想硬气一把 但是 那魔头很无耻的私下跟他们讲 不交保护费 就等着看他们孙女的艺术照 保证在原售平台上直播 两个老头子第一时间脸色发绿 什么艺术照 狗屁 两人知道那小魔头肯定是想卖血真集 因为这魔头早先就嚷嚷过 卖神子 卖圣女 还可以卖血真集 妙香啊 没有好的机会就先不要逃了 爷爷的棺材本也没多少了 罗老爷子有气无力地叮嘱 其老爷子也如是告诫自己的孙女 先稳住 别急着逃走 罗妙香 其欲听到这样的叮嘱 都想吐血 这还是亲爷爷吗 为了神与周弊 都不让他们逃了 爷爷 你们什么意思 居然劝我们不要逃 还是亲生的吗 为了一些身外财物准备将我卖给这个魔头吗 两女都不愤 别乱说 妙香 我已经联系大梦净土 等你远方表妹秦洛英出关 现在先稳住 你再逃的话 爷爷的棺材本可就真的花光了 罗老爷子精神不济 没办法 这次又大出血了 然后罗妙香与其欲的在五色大船上的待遇急着降低 垂背的工作不用他们做了 改去捏腿 同时 他们负责帮楚风烧洗澡水 两人简直受不了 身为一族圣女 在各自的星球上也算是天之娇女 但是来到地球被俘虏 完全成为使唤丫头 其欲不满 愤然道 楚风你太过分了 竟然这么欺压我们 你要知道 妙香的表妹是秦洛英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能如此 楚风很淡定 道 如果不是秦洛英的表妹 我还不使唤你们呢 去 帮我端洗澡水来 啊 两里尖叫 这真是不可忍受 还要端洗澡水 事实上是 楚风在用天火液修行 有时涂满全身 有时候则直接泡脚吸收精华 这东西果然很非凡 机体涂抹上天火液后 有种灼痛感 但是却让神经反应等更快 头脑也越发的敏锐 修炼秘术时效果非凡 此外 天火液蕴含着滋养身体的物质 比不上地狱一夜 但是也很不错 仅用了一天而已 体质就增加了15%左右 楚风到吸冷气 难怪子鸾兴奋 原魔惊喜 这东西非常了不得 他仔细在光脑上查阅 天火液价值连程 连金身罗汉层次的进化者都用得上 可以帮助修炼秘法 还能滋养柔身 最高可以让自身的体质提升30%左右 这是永久性的提升 只要没有超过金身罗汉层次 一切进化者都适用 楚风意识到 由于他得到低于一夜 效果太惊人 差点忽略这天火液 这绝对也算是吸针矿物药 可让体质增强30% 对于进化者来说 这是一场了不得的成就 楚风查了一下价格 果然是天价 一份天火液价值51宇宙币 关键是 这一次他获得很多 加在一起的话 足足一小池子 没有100份也有50份 这比卖神子 圣女都赚得不少 楚风发呆 真的疏忽了 当我苗香 齐玉映着头皮 悲愤的听从子卵指使 帮楚风端洗脚水时 眼睛顿时直了 这黑色雨盆中 居然都是鲜红的液体 贴火液 走路留神点 都快撞我身上了 楚风提醒 表示不满 是以他们可以放下洗脚盆了 他坐在那里 准备泡脚 两女眼巴巴的看着 很想说 暴天天物啊 人家一份天火 也要分十次八次用 为了全部吸收药效 小心涂抹身上 无比节约 可是眼前 他们看到什么 这家伙一次就用三份 妈的 真忍不住想说脏话 居然直接拿来泡脚 两位圣女 我这双脚好看吗 楚风晃荡自己的一双脚丫子 在鲜红的液体中露出 倒也不是完全自恋 的确跟洁白玉石似的 很晶莹 因为最近身体在不断蜕变 啊 两女顿时脸色发红 迅速回过神来 天火叶应该涂抹在全身各处 这样效果最佳 容易吸收 其欲小声道 真心觉得这是一种挥霍 哪怕身为一颗星球上的最强圣女 也还是摇头不已 这种浪费太可耻了 楚风微笑 没有说什么 他知道自家式 运转到引呼吸法 双足如生根 完全可以全部吸收天火液的精华物质 不会浪费 他大量用使用天火液只是为了一步到位 将体质提升百分之三十 他没有时间去慢慢磨 因为 强敌随时会出现 楚风过来一叙 就在这时 一道很飘渺的声音在楚风耳畔响起 略显苍朧 你是谁 他抬头 盯着某一片海域 那声音很平和 道 别紧张 我没有恶意 为你介绍一位生死与共的好友 你们将同舟共计 第528章地球真词楚风意识到 这个老者很强 不是一般的进化者 人魔 紫鸾 赵晴几人 惊疑不定 他们并没有感应到有人接近 没有听到别人说话 但看楚风的反应 分明有人 老朽晴小友喝茶 楚风火眼金睛 看向海面 正常的双目看不到 唯有动用眼束扫视这片海域 这里 果然看到了 一夜扁周以碧绿青竹制成 甚至有的竹子上还长有青叶 有种清新的气息 融于天地自然中 最逐小周上 有红泥小火炉 有桌案 更有茶具 一个老人盘坐 虚发揭白 带着温和的笑容 碧海风平浪静 一夜扁周悠悠而来 带着些许白雾 屏蔽所有人的探究 楚风没有走过去 对于未知 对于这个不可揣夺的强者 他选择退避 亲自驾驭五艘大船 进行空间跃迁 刹那横度虚空 作的一声 他直接从这里消失 行动果断 而后出现在南海 楚风感觉到 他不是那老人的对手 进化层次差距很大 他根本不了解对方 贸然接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不想将自身的安危 放在别人手中 等着别人决定 小友 不要误会 我真的没有敌意 然而 平和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远处绿莹莹的小周随波而起伏 这很恐怖 一瞬间而已 老者与小周也跟着从东海追到南海 跨越树里万里海域 楚风离开五艘大船 树的一闪 从海面消失 事实上是临近小周 然后登了上去 后方 五艘大船上的猿魔 赵琴 紫鸾等人跟见鬼一般 人就这么没了 再也感应不到 楚风主动来到小周上 因为他知道走不了 这个老者的强大超乎想象 连五艘大船进行空间跃迁 瞬息万里都不能摆脱他 那就不用再尝试躲避了 火眼津津啊 哎 让人羡慕的童树 实在了不得 比天眼更强 哪怕是天眼都看不到这主周 老者轻叹 是吗 楚风只有两个字 在这里你不用担心 玉外天眼监测 他们看不透 老人微笑 告诉楚风 那些天眼洁晶体没有火眼津津 看破虚妄的能力 我叫玉池空 地球引足一脉 老者自我介绍 楚风看着他 道 你们这一族不居住在秘境中 难道一直生活在地球主空间 因为 他可以确定 这个老人绝对是超越观想层次的老怪物 实力非常强 按理来说这种人现在不该出事 玉池空笑了笑 道 总有些特例 总有些意外 嗯 有人接引我过来 跨界进入地球主空间 他很坦然 告知楚风 他们这个隐世家族的确棄居在秘境中 但是有人将他们接引了过来 怎么接引 楚风虽然这样问 但其实已经猜测到怎么回事 不过是想证实而已 一个年轻人得到非常强大的能量塔认可 将我接引过来 玉池空告知 果然如此 楚风点头 就像是林诺伊 他得到一座超新能量塔 这种古老而无比强大的传承生物被地球意识认可 能够见跨越折叠空间的桥梁 当初 林诺伊就是以超新能量塔为诱饵 令大齐皇子等人认为 千载难逢的机缘到了 请他帮忙跨界 结果 劳山一役 林诺伊几乎灭掉他们所有人 只跑了一个奇遇 同在地球成长 将来要面对的敌人一致 你们将来当要相互扶持 老人微笑 楚风自然知道他说的是谁 那个人获得非凡能量塔 这个是多么大的机缘 他有种感觉那座能量塔很不简单 自然 我也希望能有人跟我一同对抗意外的敌人 他要出现了吗 楚风平静地问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 他与你不太一样 一会儿我会让你们相见 但是 他还不到出事的时候 楚风看着他 没有说话 他背负太多 不宜过早出事 他将来要面对的是前十大的人 要跟那些最强盗子争锋 要去图胜 要去颠覆一切 要恢复地球荣光 这个老人说到后来 自身情绪被感染 叹道 我有些激动了 看来这个从未谋面的同行者 他很了不起 楚风道 玉池空点头 要是 他的确天赋出众 才情罕有 无论是肉身武功 还是精神武功 学什么都非常快 楚风没有说什么 他能感觉到 玉池空对对那个人无比推崇 不令夸奖 这时 红尼小火炉的水已经煮沸 老人洗茶具 从浴罐中取出几片透亮的茶叶 颜色各不相同 有的金黄 有的赤红 有的雪白如玉 茶叶很特别 当水落入茶具中 心香扑鼻 弥漫开来 一时间让人的心都宁静下来 这是上古年间地球那终神茶树的叶片 如今再也寻不到它 应该是落入前十大星辰世界 成为某一无敌族群的专属茶树 周上有大机缘 曾获得一罐神茶 送我一些也请你品尝 老者终于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为周上 楚风亚裔 他已经感觉到 那人似乎得到过不少机缘 连曾经的神茶都可得到 这种茶叶可帮人静心凝神 神思敏捷 若是参悟某种法门 事半功倍 律池空笑道 请 老者示意 请他喝茶 律杯晶莹 当中几片叶子发光 一团光芒缭绕在杯中 气象非凡 至于茶香沁人心脾 浸到人的骨子里 楚风喝下一些 而后推演紫气东莱泉 天机酒势 他承认 心中空明 思路的确比平日要敏锐一些 不过倒也不至于能扭转于改变什么 好茶 谢谢 楚风说道 既然小游喜欢 这半罐就送给你了 律池空说道 将茶罐向前提来 君子不夺人所好 楚风摇头 非常郑重 将玉罐推了回去 这如果被一群神子 圣女听到 一定会大骂 狗屁的不夺人所好 就是老者 律池空也多少露出一缕一色 然后掩饰过去 显然 楚风这种话然他也有点差异 完全不是其风格啊 两人饮茶 相谈融洽 最起码表面看起来如此 楚风很惊异 短暂了解 他已经动容 那个人疑似获得过不少大机缘 简直是真正的听选之子 这还是律池空无意道出的 只能算是一临半找 但已经让人心惊 楚风小友 我来这里有个不情之情 老者忽然这般说到 楚风一正 不解的看向他 听闻小友去过秦岭 曾见到一座残缺的能量塔 应该是从那里取走一物吧 老朽想在周上向小友求去 当楚风听到这种话语 机体略微绷紧 瞳孔收缩 正袭来了吗 他怎么可能会将那个银河交出去 那里面可是道引呼吸法 哪怕现在他依旧没有能开启 可是夭夭已经告诉过他 同时 楚风心头悚然 这么绝密的事情老者怎么知道 当时只有蛤蟆欧阳风跟在他身边 目睹一切 小友一定会很奇怪 为何我们得知 因为周上获得了地球最古老也最正统的能量塔 里面有记载 他要继承的东西 有一种传承埋在秦岭 我们去的时候 发现小友节族先登 我是去过那里 但是没有得到什么 老者道 小友无需否认 周上所获得最古老的能量塔 权限最高 已经跟那残塔交融了解到一切 楚风心中一阵 他意识到 这的确有可能 每一座能量塔都宛若黑科技 而且像是有自己的意志 秦岭那座塔残缺了 但是 他的确了解一切 虽然无法再否认 但楚风也不会交出 凭什么自己所获的机缘 要交给眼前的老者 然后又去送给周上 周上 获得地球最古老的能量塔 当中包罗万象 记载了所有法 他去寻银河 想要看里面的东西 只是为了印证 看过之后 会再次还给小友 楚风道 第一次见面而已 前辈不觉得太冒失与不妥吗 不要说是道引呼吸法 就是其他一般的传承 也不该这样求取 楚风不可能同意 而这个老者却觉得 应该给周上一关 同为地球崛起的希望之心 你们应该相互扶持 不应必走自针 欲持空开口 楚风皱眉 第一见面 彼此都不了解 这个老者就来说教 索要他身上最为重要的 救济呼吸法 这怎么可能 这是周上的意思 还是前辈之意 如果想交流 可以让他将那座 最古老的能量塔带来 让我观看 老者闻言 很是沉默 最后才轻叹到 那座塔关乎甚大 不能泄露天机 而后 他又道 我想让小游理解 如今相助周上 对你我 对现在的地球而言 都很重要 楚风意识到 域外部分生灵的某些猜测 可能成真了 地球上的天选之词 有所谓的假词与真子之分 因为 他明显感觉到 在这个老者心中 周上就是正统 是唯一 似乎将来可以带领地球 走向无尽辉煌 他明白了 周上可能就是所谓的地球真子 最起码在玉池空心中就是这样 第529章 假此真子喝茶 小有 玉池空再次泡茶 金色的叶片 雪白的叶片 红色的叶片 焦香灰映 在玉杯中绽放瑞霞 经过开水浸泡 颜色混合 茶水色泽绚烂 心香弥漫 楚风没说话 手持茶杯 轻饮一口 双目深邃 他表现得很平静 但心中却有一股不愤 他费尽千辛万苦 冒着生命危险 所得到的救济呼吸法 居然这样被人惦记 想要直接索取 怎能甘心 也就是这名老者深不可测 不然的话 楚风绝对一拳就砸上去了 然后再给卖掉 虽然冒昧 但是请小有请原谅 一切都是为了这颗星球的复兴 再次昌盛起来 玉池空感叹 你老人家这样大意凛然 一顶大帽子下来 压得我眼毛巾心 楚风平淡地开口 小有终究是不满啊 要怎样才肯交出银河 老者问道 目光战战 向前看来 楚风道 我可以跟周上论道交流 但应该是自愿的 公平的 我别无所求 只想观看那座最古老的能量塔内所记载的东西 玉池空从怀中取出几本古籍 道 小有 为了表示诚意 我带来了这些东西 都是顶级战绩与妙述 你且来看 楚风扫了一眼 如果是在很久以前 他自然动容 非常需要 但是现在观看后没什么太多的感觉 基本古策 分别是紫气东来指 虎魔宫 大日拳 彻底印 金圣茅 都是秘本 的确算是可怕的点击 玉池空道 这是周上的一番新意 不难看出 地球真子周上所获机缘多么的恐怖 一口气就拿出五种顶级点击 让玉池空来交换 楚风神色平和 紫气东来指 大日拳等算简直算是地球上古时期的标配 西林族全军都会 全部掌握 我听闻 地球上古年间有绝世篇章翻天印 飞仙毛 这种秘籍现在还有吗 讲来如果是最古老的能量塔 这种无匹的战绩应该还有记载才对 玉池空脸色微微变 翻天印号称可以翻手为天 一旦截出这种法印 简直可以催空拉朽 虐进群敌 据悉 上古大劫时 本土制强者双手截法印 名为翻天 将一位映照朱天的强者阵列 浑身上下鲜血淋淋 还有一位本土强者 在上古激战时双手持矛 纵横冲杀于敌群中 痛体都在绽放神矛之矛 化成飞仙光 绞杀敌手 洞穿映照朱天的大敌 主风所说的翻天印 飞仙毛哪怕放眼宇宙中 也是绝世篇章 前十大星辰世界都想收藏 主风这么说 并非真的要交换 而只是在试探此人的态度 也想看一看所谓的 地球真子周上是否已经掌握 脚有抢人所难 欲持空审声道 主风心中冷笑 在他看来 倒引呼吸法超越一切 掌握此法 任何战绩 妙数等都无法与之相比 因为有种说法 当绝顶呼吸法练到一定境界后 到时候便会神通自用 妙数自显 都不用刻意去追求 其他神通战绩与妙数等 欲持空道 主风小兄弟 你与周上一鸣一案 应该同周共计 一些传承需共申 要知道 你一直在明处 很容易出现意外 若是导致一些传承断绝 那是莫大的损失 主风确信 所谓的一鸣一案说得好听 这等于在变相承认 他是假子 在外吸引所有人敌人的注意 而真子周上则在前修 等待于月画龙 腾天之时 老人家 何必这么委婉 说了很多 你不就是想要我身上 所有的机缘与造化吗 恨不得都给周上一人对吧 你觉得他是真子 我是假子 为掩护他而生 主风直接挑明 欲持空脸色变了 最终道 虽然不想这么直接 但是 或许就是如此 主风小友为了将来 你应该将一些东西 留下送给真子 不然你万一发生意外 会很被动 银河等落入敌人之手怎么办 毕竟 现在宇宙星空中 有很多人都盯上了你 想要扼杀 而真子还无人得知 让他默默前修 终究会一飞冲天 主风新娘 自己出生入死所获的东西 真都被彻底盯上了 不过 他没有害怕 因为早已探亲此人底线 哪怕想要他的传承 去宋北周上 但也多半不会动武 不久前 主风仔细撕存过 应该是妖妖的威慑力 因为妖妖看中他 这是一种莫大的支持 主风 你真不愿意交出银河吗 简然 玉池空也有些不耐了 凭他的实力来说 真要杀 主风不难 那是我的东西 主风平静回应 你知道 我要是强取的话 你反抗不了 玉池空声音略微冷漠了 主风脸色也冷裂下来 不接受威胁 道 妖妖和我说过 我的路要自己去验证 他不会给我任何法 需要什么都靠自己去想办法 但他会给予我一定的庇护 现在我的法 我的妙述都是自己九死亦生寻道的 自然不会交给你 你如果想动手 应该先去一趟龙虎山 问下妖妖 到了这一步 大有撕破脸皮的架势 妖妖公主 号称星空下第一 同街中天下无敌 的确强到逆天 但是若论培养人 他不见得无匹 他如果见到周上 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他 因为周上注定会天下无敌 成为一一第二 你们真是自信 处风沈孝 他一路杀过来 战斗经验丰富 也不敢说天下无敌 而那个从未谋面 一直在暗中修行的地球真子 就敢这么认为 因为 他是无解神体 真正的无敌体质 在进化这条路上 无灾无解 无与伦比 神体一出 所向天明 所以 他是地球真子 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欲持空话语悠悠 对周上有绝对的信心 无解神体 楚风皱眉 他还真没有听说过 并不了解 既然已经说破 欲持空进一步开口 称赞周上 也算是对楚风的一种警告 道 这种神体一出事 几乎从未败过 自古至今有也这种体质的人 没有出现几个 一只手术的过来 只要中途不陨落 不被人害死 最终都要登上最巅峰 然后 他言称 楚风是假子 也是明子 身在明面上 已经非常危险 银河的事 你暂且考虑 不要急着拒绝 银河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有些东西 却不是唯一性的 听闻 你获得数低地狱一夜 你用区域两滴足以 可否送给周上两滴 律池空面色冷静 放下茶杯 到了这一步 他清楚地表明立场 就是要支持周上 连天才地宝 都想从楚风这里索要 楚风大笑 道 我的一切都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各种资源 不会轻言放弃与浪费 楚风 这么说就过了 一点也不过 他不是无结神体吗 既然如此 让他自己跟神子 圣女战斗 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夥 何必向我索取 楚风不客气地说道 一时的隐忍 可以辉煌一声 短暂的冲动 毁灭的是前程 是未来 律池空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走了 楚风起身 不想再跟他多说什么 律池空道 说实话 周上得到过其他审夜 淬炼过身体 也只是想再用地狱一夜熬练试试看 能否更近一些不重要 可惜 这刚一试探而已 你便拒绝 真是 我又不是你所谓的真子的不重 手下 凭什么将我机缘 与造化拱手相让 所谓真子 何以认定 真金还要火炼 他有什么可证明 我杀的域外朱迪站立时 他在哪里 这样吧 他如果实在想要我的东西 可以跟我一站 我若是输的话都给他 赢的话让他将那最古老的能量塔送我 你 好 我会尽量安排一场 律池空审声道 第530张大征之事 为自强碧海无边 无风无浪 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横根 沉静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 湛蓝无比 与大阳一色 海天相连在一起 整片世界都是蓝色的 搬前静静 楚风趴着湛蓝的海面 一步一步走向五色大船 他在思寸 略显沉默 皱着眉头 地球真子出现 注定要因此而发生很多事 多时之秋 西林族神子要来 天神族的少神也将出现 在这种关头 地球本土也不宁静 现在楚风的心情不是多么舒畅 何为真何为假 怎么判定 凭什么让他送出自己九死一生 得来的东西 成全所谓的真子 大争知识何来真假 楚风一跃而起 回到自己的大船上 然后 他很安静地坐在那里 思索着一些事 元魔 紫鸾 赵晴等人没有去打扰他 虽然没有看到碧绿的逐州 语遇空 但却知道肯定发生了一些事 楚风这么沉默 让几人都有点不适应 无论是最早被俘的子鸾 斩赫 还是后来的大魔女赵晴 罗妙香等 还没有见他这么安静过 在他们的印象中 楚风狩猎神子 圣女 恶索那些高等星球上的道统 脸后且凶残得一塌糊涂 现在 他像是换了一个人 镜朗的面旁略显清秀 双目清澈 在安静中显得有些单纯 跟他们印象中飞扬的魔王气韵不沾边 楚风的心智是坚定的 预持空找上门来 替真子索要救急呼吸法 甚至连地狱一夜都想要逃走 他自然不会答应 他在皱眉 是因为在考虑一些事 所谓真子是否跟地球意志的选择有关 如果是这样 确实不妙 因为他就生活这里 这是他担心的地方 所以他很寂静 认真琢磨 最后 楚风抬头 双目炯炯有神 他不认为星球意志会干预这种事 况且 他信念坚定 真正的强者不是选出来的 什么真子与假子 在这大争之事 唯有自强才是真 然后 他就不再想歇 而是开始研究秘术 参目最近得到的秘籍 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能走到这一步 不是因为天选之死 这种说法为他加分 增加光彩 而是因为他自身足够强 一路击败群敌 真实战绩辉煌 因此而璀璨 所以被认为是天选之死 总的来说 是他自身经验 成就了天选之死这个称号 而不是这个称号成就了他 大争之事为自强 无解身体很强 号称无敌的体质 这不是楚风所能改变的 属于别人 他要做的就是提升自身 超越人体极限 然后 元魔 紫鸾 赵晴等人便看到 楚风起身了 双目深邃 在那里推演各种战绩 琢磨秘术 清晨 楚风赤裸着上半身 离开大船 站在海面上 迎着生命契机蓬勃的红日 他在施展紫气东莱犬 他不下场域 并一张残破画卷横天 因为 他不想域外的人时刻 看到他在做什么 尤其是练功时 楚风赤裸的双臂 胸膛 腹部很经营 体型修长 非常健美 现在已涂抹上鲜红的天火叶 这一次将永久性的 将体质提升30% 他不想浪费时间 不令大量耗用天火叶 只想尽早完成 孕阳几身的过程 空 他站在海面上 挥动全印时 这片碧海都在跟着起伏 浪涛拍天 太阳出生 紫气阴晕 向这里聚集 渐渐淹没楚风 让他进一步体会到 紫气东莱犬的真正奥秘 一种非常高级的能量 紫气东莱 代表着贵不可言 全意恢弘 如同神王行走 双手推动诸天星球而行 楚风悟透这门古老的犬谱 下一刻 当他在灾动时 除却太阳那里飞来的紫光 还有来自冰冷宇宙的紫气 丝丝缕缕 从域外降落而下 汇聚在一起 那是 就是原魔都不禁动容 楚风站在那里 施展全印时 出现种种红大异象 他仿佛是一尊神王 举手投足 奸血其滔天 笼罩这片海域 在此其中 一颗又一颗星球浮现 在他的附近转动 这么快 他便悟透此气东莱犬 斩鹤 罗妙香 奇遇等人都吃惊 他们自然知道 楚风在演绎什么犬谱 砰 突然间 楚风的拳速快到极致 跟刚才不大一样了 整个人伴着紫气 转动中围的星球异象 气息磅薄 同时若闪电般出击 刘光泉 这是天神族的秘迹 被他融入紫气东莱犬中 大魔女赵晴妙目出现异彩 相当的心惊 能参悟出顶级战绩 就很了不得 而这般如何与融入其他权益 哪怕是奇才也很难做到 少有人敢尝试 现在 楚风正在这么做 敢这么行事的人 无论成功与否 本身都很超凡 让人敬畏 楚风口鼻尖有气流涌动 接着全身毛孔都如此 他在运转呼吸法 施展全印 尝试柔和全法归一 当他停下来时 时间还早 日头不高 他浑身亮灿灿 像是有一层宝光 宛若不朽的神经铸成 楚风确信 阴天火夜导致自身体质提升30% 已经完成 大船上 原魔斩赫几人也都开始修行 运转呼吸法 很投入 唯有子鸾略显慵懒 半躺在藤椅上 迎着红日 吹着海风 手中持高脚酒杯 不时敏一口红酒 相当显示 楚风彻底明白 这个傲娇女 为什么实力不怎么样 虽然是从高等星球上 走出的圣女 但实在不够努力 修为不高 像他这样 也算是懒惰的过分 一大清早就这么悠闲 享受美酒与阳光 不去修行 放眼看去 其他几人都在吞吐能量 哪怕大魔女照晴 平日淹湿美形 可是 清晨依旧很认真 盘膝坐在甲板上 进行特殊的呼吸法 即便罗妙香 其遇这几天很不开心 一直在想着逃跑 可在招侠普照时 也在认真的做早课 汲取清晰能量 进化自身 楚风看向子鸾 道 你很闲事吧 过来 帮忙敷药 按摩 他狩猎到一群神子 圣女 在卖出去前 自然将他们洗劫一空 其中一种所谓的新海红花 可以活络血脉 增强细胞活性 在练功完毕时 最适合 敷在身体上 可促进进化 子鸾先是慌张地回头 然后 看到他那亮晶晶 赤裸着的上半截身体 小脸顿时一红 赶忙举起高脚酒杯 割下最后的红酒 用以掩饰 真是辣眼睛 他小声功浓 微不可闻 然后 他傲娇地拒绝 道帮你垂背是极限 我才不帮你敷药按摩 连我哥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种待遇 除非你哥是眉控 或者你是胸控 楚风道 你 子鸾的脸顿时又红了 他们都在修行 你怎么这样懒 楚风问道 我已经敷上天火夜 体质每天都在提升 我觉得做人要知足常乐 差不多就可以了 子鸾昂着雪白的小下巴 阵阵有词 别说还很不合时 以与娇气地伸了个小懒腰 楚风看着他 道 身为俘虏 每天吹海风 看日出 品红酒 你这是小资情调 还是度假来了 说起来上次已经把你卖了 然而 子鸾一点也不怕 仗着小哈欠 道 买家取消订单 成交失败 因为 买家是他哥哥与父亲 他自然不怕什么 同时也希望取消订单 避免家里被敲诈勒索 楚风看着他 道 告诉你哥子肖 他哪怕取消订单 也得把上次达成条件的那批密集 给我邮寄过来 啊 子鸾像是受惊的小兔子 瞪大眼睛 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 啊什么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要买你的是你们家的人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 上次那两人粉明的竞价 估计是一家人闹乌龙了吧 楚风嘲笑 你 子鸾的小脸顿时长得通红 上一次他哥与父亲竟加到眼红 都恨不得吃掉对方 结果最后得知彼此是谁 全都傻眼 他父亲险些跑到婚员宫去抽他哥 快点联系你们家人 上次谈好的那些点集 我很需要 楚风催促 那种点集 讲的是自身创法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楚风觉得 这一流派的理论非常适合他 如果跟呼吸法结合神通自用 妙术自显 无疑更让人期待 起初 子鸾还扭捏 死不承认那是他的家人 楚风很干脆 直接联系紫霄 因为这是婚员宫的天才 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有名 在元寿平台上为金色账号成员 当日 紫霄气得够呛 因为 楚风找上门来 直接让他交保护费 凭什么 紫霄何曾被人这么敲诈了锁过 婚员宫可是由 映照朱天吉的禁忌人物开办的 他在这里是奇才 身为地位等自然很高 就凭我在养着你妹 楚风这么回应 紫霄听到这种话 顿时被气得不轻 养着你妹 这话不怎么动听 像是骂人 又像是在占便宜 颇有便宜妹夫的错觉 楚风 我警告你 打住 交不交保护费 不交的话 我也没办法 过了今天晚上 到明天早上我就喊你为大舅哥 紫霄手气的指头都开始哆嗦 但最终他妥协了 跟他父亲第一时间联系 准备用通天快递将各种点击游记向地球 不久后 楚风收到一个大包裹 里面都是书册 然后 他废寝望时 研究这个流派的理论 每天都精读 然后又去实践 住天后 地球外很不平静 有战舰横空而至 机械族的神子到了 同时西林族的人也来了 号称西林族第一神子的天才驾灵 准备进入地球主空间 消息传来 星空中沸腾 人们知道 一场风暴要开始了 西林族 这是从地球返出去的一群强者 如今该族神子回归 想要入主地球 影响深远 接下来 西林族神子与楚风的争锋 涉及到所谓的正统之争 这时 玉池空也终于出现 寻到楚风 带来一些消息 对不住 我来晚了 途中遇到一些事 嗯 说正事 周上同意与你一战 秘密切磋一场 楚风很冷漠 如今意外强敌都来了 他哪里有时间去应付所谓的地球真子 与其内耗 不如让周上和我去比一比 看谁杀的西林族高手多 谁能斩掉机械族的神子 楚风这样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